下一個重點 電磁鐵 我如果把軟鐵棒插到的螺線管內部線圈通電之後 我的螺線管會產生磁場 那軟鐵棒就會被磁化 然後就會有磁力 也就是有磁場 那麼他就會這個軟鐵棒就會變得像一根磁鐵一樣 這個磁鐵叫做電磁鐵 叫電磁鐵 為什麼把它叫做電磁鐵 因為 要通電才有磁力 不通電就沒有磁力 軟鐵棒 軟鐵 軟叫做 容易磁化 那也容易消失 所以通電 線圈有磁力 就被磁化 斷電線圈沒有磁力 就不磁化 磁力就消失 所以有電才有磁力 沒有電就沒有磁力 那麼 這個時候這個線圈的磁力會增強 為什麼 因為它有兩個磁力 一個是電流所產生的磁力 一個是軟鐵棒所產生的磁力 所以它的磁力會變大 磁場會變強 要電磁鐵 那這個圖上面顯示的 現在沒有通電 那就沒有磁力 那我一旦通電之後 按照我們的 安培 右手定者 左邊是N 右邊是S 這個是線圈產生的NS 然後它就會使裡面的軟鐵棒 也跟著這樣子排好 所以就產生一個磁力 那你一旦斷電 就沒有了 那那個裡面軟鐵棒磁力就消失了 才叫電磁鐵 有電才有磁力 沒有電就沒有磁力 好 重點 為什麼 插入軟鐵棒的線圈磁力比較大 剛才講 其實剛才解釋過了 我剛才解釋過為什麼比較大 因為它多一個磁力嘛 對不對 多一個磁場嘛 多一個磁場 因為它有兩個磁場 一個是電流所產生的磁場 一個是軟鐵棒所產生的磁場 所以它有兩個磁場 兩個磁力 所以它會比較大 比較大 OK 那這是重點 這也是 大小 就是只轉比例 沒有計算 我 怎麼樣讓我這個線圈 裡面插的軟鐵棒 的磁力會變大 有兩個是剛才就教過 有兩個是剛才就教過 剛才講的螺線管的磁力要如何能夠變大 或者說跟什麼有關 剛才講過兩個 哪兩個你還記得嗎 我們那個距離平方是說 它是 外面是 距離平方成反比 我說 我的磁力如果要變大 這個線圈的磁力如果要變大我可以怎麼做 或跟什麼因素 我剛才講過兩個 電流大小 很好 還有什麼 線圈密度 所以自然還是存在 現在多一個 多哪一個 軟鐵棒的數目 軟鐵棒的數目 多差幾根軟鐵棒 多差幾根 國中就這樣簡單講就好了 比較細節我們就不提 我們這樣教就可以了 OK 所以 我如果給你一個線圈 然後呢 你說我想要把它的磁力變大 什麼方法 加大電流 加大線圈密度 插軟鐵棒 那同樣插軟鐵棒 只要會變強 插多一點 插多一點 數目多一點 我就會增強 這就是 我們的 跟你提到的說 如何我們可以增加 電磁鐵的磁力 這個是考試會問的問題 加大電流 增加線圈密度 增加軟鐵棒的數目 OK